嗨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观看这次的影片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断崖下的 地下目的 OK 那这个地方呢 要从 这边 这个 离 野里亚大道 这个北方的赤福 然后走这边 走到这里 然后再往 下面走 这里有很多那些 大石头 不断地往前走再往前走 然后呢 才能到这个断崖下的地下目的 OK OK 那我们来打 这个BOSS 然后又是三头猫蜜 应该是不难的 我觉得 我忘记补魔了 哇 这个 骑士行不行啦 啊 那麼快就掛了 燈火路 快灑 要噴火了 哇 慢了 慢慢來不及 8點沒有精力逃跑 OK 有問題啊 這個不是貓屋 也就是 是狗 但是看他這樣真的超像貓咪 凱蛋傭兵的骨灰 OK 我們可以回去了 看看凱蛋傭兵的骨灰 神召喚凱蛋傭兵的靈魂消耗 火力要88 最好魔的在這一階級 但是我們有四箱其次了 所以就不用他了 OK 而且四箱其次 就是 我們要去升級一下他的這個等級 剛剛 打沒幾下就掛了 OK 那這一次的影片呢 就到這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集 再見 各位拜拜